一次性买了7个无花果品种 一共200多颗的无花果 13位商家 结果发现有6个是不对版的 真是让人无语的无花果网络商家 养花不走寻常路 今天我教大家如何上网买无花果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非常喜欢种植无花果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接近20个品种 接近300颗的无花果 当然最近死掉了好多 然后我发现网购的无花果真的无限的枯忧 然后前段时间我买了7个品种的无花果 一共接近了100多颗的无花果 选择了13位商家 但是买回来之后 我发现7个品种里面有6个品种是扩不对版的 因为来的都是同一个品种 这个品种就是布兰瑞克 布兰瑞克这个品种呢 其实也是一个好品种 只是呢 本来我是打算买7个品种的无花果 布兰瑞克是我最不想要的 因为这个品种太常见了 太容易养了 家里也太多了 所以我根本不想买布兰瑞克 但是呢在我买了特斯拉 斯特拉 还有波基红啊 金奥芬啊 还有很多的品种之后呢 我发现大部分商家寄给我的都是布兰瑞克 布兰瑞克这个品种呢 好是好在它的果子呢 其实质量还不错 而且挺甜 产量也很高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 就是这个家国太泛滥了 可以说大处都是 因为这个品种呢 我们压根不需要去买 可能你在马路边看到有人种喝无花果 那个品种可能就是布兰瑞克了 对于这些网上卖无花果苗的商家 我是真的无语了 你们真的实在太厉害了 因为我本来我就担心会不会买到那些对不了版的无花果 我本来就是担心这个 然后呢 我是选择了13个商家分开来买的 但是呢 实在是收不了的是 寄过来的全部是布兰瑞克 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正确的买 网上买到无花果的苗子 第一个 一定要选择商家的信誉 那个时间比较长的那个店铺 这样的店铺呢 应该能保证起码是颗无花果 因为我试过买过很多次的无花果呢 买回来就是一根毒杆 然后种出来的根本不是无花果 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种出来是明显跟无花果不搭边的 这种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购买无花果的时候 尽量避开神地数千 这地方呢 不是说它没有真的无花果 而是这地方呢造假的能力太高了 如果你在网上买的时候 记住问一下商家 你的苗是哪里发的 如果是数千苗 那么不好意思我会退的 这样子的商家就不容易从那里发货 但是呢 我老婆就曾经试过 在问了一个广州的商家 结果呢 货又是从数千发货来的 所以呢 我们得留意它的物流信息再做决定 那么我们买的时候 网上有很多三年呢 一年呢 五年 甚至有十年的苗子 我们该怎么爽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 想爽着最小年龄的一年的苗子 因为无花果本身就是一年就可以挂果了 我们没必要爽那么大年纪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大年纪的未必是好的 我买了很多次十年的无花果苗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 不仅破不对版了 而且质量也非常差 很难养过 所谓的破不对版呢 它根本不是十年的苗子 因为我家十年的无花果是这么粗的一条杆了 它给我的十年苗子只要这么粗 这个粗度啊 跟我们两年三年的苗子差不多了 我们买苗子的时候 大家尽量就买碑苗 就是千叉苗 千万不要买种植苗 种植苗回来是当年挂不了我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碑苗呢 成果率比较高 尤其是高压繁殖的碑苗 这样子的繁殖活率会非常高 但是如果你买的纯粹千叉苗 那么这种苗子拿回来就是五五开 有50%可能挂掉 还有50%可能会成果 最后一点 无论你在哪里买回来的苗子 广州也好 树千也好 山东也好 各地方买回来的苗子 记得第一时间把它泡到水里面 这样子呢 可以迅速的帮它补充水分 可以的话 加点高猛双脚啊 或者多菌链 杀一下菌会更好 因为在物流的整个过程中呢 苗子是失水脱水特别严重了 如果你买回来还放那么几个小时 可能那个苗子跟你说拜拜了 这样子呢 不仅浪费了苗子还浪费了时间 那如果你买的是布兰瑞克 那也不要把它丢掉 布兰瑞克是曾经的无花果王者 你那个种出来的果子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其实对于新手来说 我更多是建议直接买布兰瑞克 因为这个加果非常的好养 而且产量也特别的高 没必要太追求那些漂亮的产量太好的 先养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容易养的 比如就是布兰瑞克 这种品种其实花粉里面特别好养 而且产量也高 干嘛不试试呢 是不是 买了既然错了 那就养这边 是不是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